为什么许伟宁没被骂爆?承认意中手写信曝光!这个关键网探比欧阳娜好太多! 即上次欧阳江西娜偷供。 详细度不舔供也难保!欧阳江西娜心系遭静波!大陆混不下去! 台湾又被唾弃,要杀欧娜娜了吗?不知道大陆人到底是有多玻璃心碎?好像就是把从清末以来被世界各国欺负的怨气全部都发泄到了台湾神上来等于等于。 先前就有许多台湾艺人被逼表态如今这个火持续烟烧,连女神徐伟宁都被烧到QQ。 图媒徐伟宁,微博徐伟宁只是因为在意,上岸了一则内容。 阿六字满道炸开的地方,这时候我们突然爱国情操爆棚,来自台湾台湾的天文赞。 图媒微博没想到就被中国网友喷倒体无完肤。 最后被逼亲手写下道歉信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虽然一定会有人说要赚中国才活该,但还是蛮难过的。 蔡总统曾说过没有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认同道歉,然而从周子瑜到今天的徐伟宁,只要面对中国的打压都只能选择道歉。 如果是真心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也罢了,这几个例子根本就是被迫妥协QQ呆时。 如果他真的一心想在中国捞钱没事去点那则天文赞杆吗? 台湾粉丝会因为这样更喜欢他。 会注意这种事都只有玻璃心的中国人好不好还愿事件就看得出来中国人抵制台独就是连你参与的作品一起抵制。 为了减少伤害只好出来道歉是多难懂。 如果只是要赚人民币绕这么大圈干嘛学欧阳娜娜就好了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mo这样也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h接下来고 blade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点灏的结束 谢谢你